而今天的华府观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美国对于枪支管制已经讨论了几十年 但是从来都没有结果 拥枪在美国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法理的基础 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靠民间的武装才战胜了大英帝国 随后的西部大开发更离不开私人枪线 而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更把拥枪当作民众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 不过由于美国每年有三万多人死于枪切暴力 并有二十万人受伤 不断发生的滥杀无辜的大案重案更令人震撼 因此禁枪的护声开始在一些大都市抬头 但是在中西部乡下的美国票仓禁枪仍然是选民眼中的一大禁忌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枪击案发生后 欧巴马和罗姆尼都表示震惊与悲痛 但是两个人都完全没有提及要加强对枪支的管制 更不敢提禁枪的原因 说的好听点 他们是尊重拥枪者的权利 说的难听点 他们是把选票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只是这样做的后果 我们在美国永远都没有办法远离滥杀无辜的枪击危险 我是张国华在华盛顿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